我們先看看兒童那部份 今次這個調查研究 和十年前第二次的測試比較的時候 我們發覺在心肺功能 以及肌肉的受壓力方面 力量方面都有進步 我們看看關於體能活動量方面 達過三分之二的小孩子 是未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的 所謂的足夠運動量的指標 但是我們發覺三分之二的小孩子 是不達標 但是一問他們 覺得自己做運動夠不夠的時候 認為自己不夠只有15.7% 所以他們覺得應該要加強教育宣傳 讓小學生 甚至家長都知道 他們的運動量如何才算是足夠 我們先看看青少年的結果 跟十年前的比較 都是一樣 跟小孩子一樣 心肺功能比十年前好 我們看看成年人的結果是怎樣 總結來說 跟十年前比較 我發覺有一個趨勢 就是心肺功能 肌肉力量 肌肉的爆發力 和耐力 都是比十年前有所進步的